《時代論壇每周社評》 2012年4月29日 第1287期的《時代論壇》 社評的標題是 社區同行與社會見證 心系教會的主內兄子 總會關心教會在世人面前 呈現一幅怎樣的面貌 在一般市民心目中 大量的二樓教會 知名的座堂和基督教的景點 都是一些可見的教會形象 但是更值指人心的是 信徒教目在不同事件上的參與和表現 始終信仰關乎信心和價值 亦都關乎行為和見證 今期的頭版專題 報導了沙田杜峰山區 居民連同當地神學院和機構 反對非法堪場值申請改變土地用途 使得非法變成合法 其實同類將非法霸佔 變成合法使用的邏輯 在近期的丁屋遷建事件 以至於交易公園被非法佔用等等 情況可謂屢見不鮮 今次杜峰山區的事件 雖然只是香港違法堪場問題的其中一個個案 但事件反映出面對社會的問題 教會從來就不能夠獨善其身 需要與社區各成員共同合作和努力 試圖解決問題清除漏雜 始終教會是公民社會的一員 而公民社會所享有的權利 亦都與教會息息相關 教會的社區合作和參與 不單單是為了教會自身的建制需要 更加與社區互為牽動 其實會在同一個特區 教會和社會原本就是一同呼吸 而未來香港教會要與香港社會共同面對的問題和挑戰 其實亦都一個接著一個 例如後任行政長官安插曾經參加共青團的 非永久居民到辦公室 可能過渡致特區政府無視一國兩制 例如借倒截雙非為名 撥動民粹 將內地長官說了算 這種法律和管治文化 在香港這一制中封土化 例如特區政府透過種種的形式 將基本法二十三條分拆成為種種形式的惡法 好像近日容讓警方直接拘捕改圖和分享者的版權條例修訂 這些事情從捍衛社會或參加者的角度來看 或者是屬於短兵相接 或者是屬於全面動搖 然而對香港社會的影響來說 都肯定是心軟的 必須要指出的是 香港教會所享有的宗教自由 和港人所享有的言論自由 集會自由等等 原本就互相牽引 不可分割 當香港的核心價值 因為一國兩制級級可危 而面臨重大挑戰 香港社會要關心 香港教會也一樣要關心 除此以外 我們因著有土局的權兵 更應該在公土和司土內 行常念記我們所立足的這個城 靠著上主的公義和憐憫 與香港人共同走過面前的挑戰 需要補充的是 基督徒作為被上主所挑選的群體 得以暫立在主面前清義 所靠賴的是 耶穌基督伯伯的救贖恩典 與世人相處 無論是同行還是對峙 重要的是明白到大家都是罪人 基督容讓基督的愛 藉著我們這些得以清義的罪人 彰顯出來 為他人而活 因為基督為罪人死 而顯明神的愛 羅馬書五章七節八節 足以讓世人認出 誰才是基督跟隨者 既是知道什麼是罪 更加是知道什麼是愛 多謝你收聽網播時代 Times on Air A.52